那么中国新冠病毒感染还有死亡病率还在继续的增加 不过呢 武汉雷深山医院院长他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疫情的拐点已经来到 是否真的是如此 那么疫情到底何时才能结束 与此同时 美国参议员继续的质疑武汉病毒所和疫情的关联 病毒有没有可能是人为制造的 我们下面要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台湾的防疫专家 台湾前疾病管制局局长苏毅仁苏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 苏教授您好 是 大家好 是 苏教授我们知道刚刚提到的这位武汉雷深山医院的院长王行环 他是在昨天星期一说 他说从新发的情况来看 这五天以来发热的数量在下降 是稳稳的在降 而且没有反弹 所以他有信心说真正的疫情拐点已经到了 现在在里面消耗的很多都是存量 您怎么看他的说法呢 您同意吗 我想在我评论这个说法之前 我先讲一个比较大格局的一个 才能够比较好去评估这件事情 武汉的疫情 我想在钻石公子号最近的演变 那么从3000个旅客里面 那么现在所有450几个已经确诊 好像今天又增加 那么增加到540几个 所以这一个我们在谈论一个疾病 或者是一个传染病的时候 常常会用一个嗜血模式 或者一个疾病的模式 来推断那个比较大的一个疫情 所以在钻石公子号就提供我们 它是完成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之下 那么3000人里面 大概在几个礼拜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从几十个几百个 现在已经到了四五百个这个确诊病例 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让我们看武汉疫情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是这一次在轮游轮这个部分 当然是非常很不幸的 但是提供了一个疫情非常重要的疾病那个模式 流行病情的模式 所以这个地方大概就至少在现在来讲 是十五个percent 那么还在增加 可能会二十个percent 就是它的传染率大概有达到将近要到百分之二十了 是吗 二十个percent 对 所以你如果说武汉现在封城的情形之下 它长时间这样封城下去的话 那么你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钻石公子号的一个模式的话 那么武汉如果是一千万人 我在推测的话 可能里面可能有150万到200万的以后的感染人口会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用一个比较科学性的 我们可以去推论的一个模式来拨替武汉的一个疫情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 那武汉当然是像现在的非常严重 所以他们过去的从封城之前到封城之后 之后理论上如果有效果的时候 应该在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可以看到疫情下来 我想这个是可以预测得到的 但是现在比疫情的恐怕还延长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 中国在这个时候建了火神山 雷神山或者方舱医院 那么这个会大建这样 这几个隔离场所 这几个隔离的基本上是可以把所有的病人 主要发烧的我全部给你在隔离在这些地方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或者是说他们现在武汉湖北 又在用那个金氏管理的部分 封闭式管理 每一个村里都在封闭 这个地方其实是在防疫的部分是会有效的 所以会跟人权的这个部分会考量到那个部分 但是在防疫的这个部分 你只要把这个发烧的病人全部都隔离的时候 那么隔离起来的时候 那么在社区的没有被隔离的就比较是健康的人 那经过两个礼拜左右的话 那个那么病人就好的好了 那么就重病了就重病死亡了就死亡 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一百年前 我们没有以来我们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疫情 这么样的一个封城的做法 但是我在这里也想请教您 我们知道在中国特别在武汉有很多人 因为当时这个医院床位不够 所以要居家隔离 最后导致全家感染这样的一种严重性 那现在如果社区进行这种封闭式的管理 难道不会增加这个疫情或者陷入一种胶着吗 他在社区里面传染源不会继续的传播吗 这个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 在那个钻石公主号 他其实遍临到了同样的一个情形 他没办法疏散 所以这个部分那么感染的人 你如果没有办法受速度的有效的 在隔离的场所或者医疗体系 没有办法有效处理 那么这个部分就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才会有到最后我们是在观察说 到最后到底有几十个percent的人 会全部得到感染 这个是未来我们必须再观察的 那如果这个部分 现在他们做的防疫的层级是越拉越高 我想这个部分已经做到了防疫最极端的一个做法 那这样的做法是会有效 我是可以同意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部分也只有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隔离的 把所有的发烧的人全部是隔离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都要建很多的方舱医院 才有办法应付这么多的医疗体系 没办法容纳的病人 所以这个部分我是相信 那个这样的做下去的时候 那么有可能在三月中左右 或到四月这个部分 这个病人大概会控制下来 但是控制下来的 现在对武汉肺炎的这个新的冠状肺炎 出现的最挑战的地方在哪里 不是现在 而是说他有很多没有症状的病人 那没有症状病人你怎么样去给他送进这个隔离的地方就很难 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全世界或者中国境外的感染的最大的挑战 就是说当有一天那么武汉封城的禁令已经被取消 或者是全世界旅游警示这个部分被取消 那么这个部分全球的那个经济或者那个部分为了救经济 那么这个部分很多的这个无症状的或者症状比较轻微的 没办法诊断出来的那么散步到全世界全球去 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在亚洲各个国家 或者是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对台湾来讲 我想这也是到那个挑战才开始 孙教授接下来我们还有点时间有两个重要问题 一个就是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说 这个病毒的起源是在哪里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国会参议员科顿 他呢陆续提出过他在提出在质疑这个病毒 到底是不是从实验室而来是不是人为制造的 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 他提到这个武汉的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 是一个P3的实验室 它是中国唯一研究人类传染病的实验室 距离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只有几英里远 那科顿参议员说虽然现在没有证据来表明 这个病毒是起源于那里 但是他也说因为中国政府一向是不诚实的 公布情况 所以至少国际间应该要向北京来提出这样的质疑 从一个医学还有防疫的专业角度来看 您觉得这个病毒来自于实验室的可能性 有多高呢 我想在大概在十年前 开始那个禽流感的新型流感变成H5N1或者H7N9 那么这个疫情来的 全世界的流感的科学家 那么最顶尖的科学家像荷兰或者美国 威斯康辛的几个对他们所做的研究就是在这个P4的实验室里面去试着去看这个H5N1或者是这些病毒的研化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不单是在武汉在做其他地方也在做 但是重点是在这个部分的管理 管理这个部分 那武汉P4的实验室也已经确定他们是做蝙蝠 有一个研究员有几百只的蝙蝠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做蝙蝠的话 你可以思考他大概是做的是冠状病毒 所以他也是在看这个冠状病毒的毒性的演化 或者人传染的演化 这个都是在病毒学上非常尖端的一个科学研究 但是如果是没有把它管理的层面没有做好的时候 那么就是变成一个大灾难 所以我是这个部分其实在全球 你要做一个P4实验室 全球都在观察的 所以这个部分因为在中国的体系 那么可能是比较封闭 那么如果其他的一些国家要去采取监督的行动 恐怕会比较困难 这个事也是在P4实验室 那么非常危险的地方 所以斯教授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一分钟时间 有些观众朋友也想要了解 就是针对患者的治疗到底有没有药物可治 中国政府在不久前就开始推动所谓的中医中药疗法 所以很多人在质疑到底中药对这个新冠病毒有没有用呢 您的了解 我想现在在这个部分是从过去几十年来 如果疫情大家都会想到用中药药 那么但是因为在做一个正式的疗法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确认或者有做临床试验 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难去评估中药 是有没有效果 但是我是确信一定有一些有用的药物在里面 但是这个里面你怎么用科学的方法 做临床试验来确认 那么可以普遍的使用 这个是一个挑战 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的疫情过了以后 那么就没有病人 所以你即使有药物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经过测试 所以这一次在武汉冠状病毒肺炎的时候 那么大家也知道就是伊林 它有一个抗EVOLA的药物 要到东口去做临床试验 所以这个地方恐怕要正式的一个大药厂 这一日才可能现成一个药物用 好的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非常感谢苏毅仁教授 谢谢您接受我们今晚的访问 谢谢您 再见 再见